前面講的是微分 就是你把DataFunction一直圍再一直圍 讓它們之間有一個遞毀的關係是在這裡 積分那一項呢 那一樣我們也是定義一個系統 我定義一個系統就是積分 然後我丟一個訊號進去 然後產生出來這個y這個訊號 那y的訊號就是 輸入的這個訊號就是積分 就我們剛才的定義 如果你今天丟進去是一個DataFunction 那你產生出來這個h 這個就只會import response 屬得到解決 那既然是積分 所以這個h就可以寫出是 DataFunction的積分 那因此我就可以得到下面這個關係 如果你丟進去的是DataFunction 那產生出來的那個import function 就是stepFunction 因為它積分下來的效果等於step 所以我們會有下面這個換句子 就是把DataFunction做積分 就等於stepFunction 所以上面這一串 這個系統 就可以寫出來是 輸入的訊號叫X 代表這個H的訊號叫U 因為這等於U 代表這個訊號叫U 那輸出最後的結果叫Y 那Y是積分 Y等於積分 Y等於積分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這是輸入的 這是input的 這是system的 這是output 所以output等於輸入的訊號 代表這個系統的 這個atFunction做conflux 所以如果你做一個積分器的話 你可能就會等到下面這個關係詞 然後有這樣子 好同樣的 我定義 U-2等於U跟U做conflux 所以U-2是U跟U做conflux 你現在積分就變成三角形 波就是下面這個 所以這個的積分 事實上只能1 然後有這個 這個叫Ramp 就是一個波往上避震的 就從你開始 然後慢慢一次的避震 有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做一下 那-2的意思是 就是積分再積分 它一直任何訊號跟U P2做conflux 就是任何訊號跟U做conflux 代跟U做conflux 任何訊號跟U做一次conflux 是積分 C完分再跟U做一次conflux 就是積兩次 所以是積完分之後 再做一次conflux 做一次conflux 就是再積分一次 所以是積兩次的效果 這個我定義叫U-2 如果你跟U-2做conflux 等於是這個訊號積兩次 意思類推 U-K 是等於K個U做conflux K個U做conflux 就是K-1個U 這邊有K-1個 這邊U-K就是K個U做conflux K個U做conflux 就是一個跟另外K-1個做conflux 另外K做conflux 按照這個定義 -K的時候有K 現在有K-1個 所以是U-K 然後再做積分 所以這是大家都多一層積分的效果 如果你一個一個去算 你剛才這個U-2的時候是T 那U-3就是這個在做積分 那T在做積分 就是2接分之T0 U-3在積分 所以就變成23接分是T的4次方 那個min4的結果 所以最後我們會有這個公式 你可以去推倒一下 那整理來說 U-K 就是K個U做conflux 就是P子D回做積分 那積分效果是K-1分 是T的K-1到U 是U-3 那這邊就是T的平方 那2結 U-4 就是這邊有4個 然後C3 C4 然後這邊3接分 T的3次方 這邊發現就是 就是如果一直積分的話 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整理來說 剛才那個家族 U0 就是Data Function 這個奇異的這個函數的 出發的源頭 那U-1 就是上面這個源頭 積分一次 U-K 如果是負的 就是-1-2-3-4 那就是K個 K個積分器所 就是所形成的結果 比如說這邊積分 積分 積分 然後這是Data Function 這個就是U-K 那K是負的 那如果K是正的 那就是K個微分器 它是微分 微分 微分 它是Data Function 就進去 然後變成U-K 然後K是正的 OK 所以這邊就是 為了K 是Data Function T的這樣 那這邊紅色就是 積分 積分 然後Data Function 7K個 或者積分 積分 積分 U-K 然後7K 等一個 這個是整個家組裡面 最主要是從Data Function 如果你是7CC的話 那這邊有U-1 U-2 U-3 就是Data Function 那如果一直積分 積分 就被Data Function 再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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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之後 最主要我們是希望得到下面的關係 就是 任何一個函數 跟U-1 做CM U-1的意思 就是微分 所以 U的意思是積分 積分跟微分 互為可逆 所以就得到Data Function 那意思是 因為其實U 是叫U-1 U是Data Function的積分 所以 所以 對於D0的來講 對於D0的 它是基本 所以它是U-1 然後是U-1 U-1 U-1是微分 所以 最後我們可以導出一個關係 是講 U-K跟U-R 做CM 就等於U-K加R 所以我們剛才在定義的那些 數字 等於-1 -2 -3 -1 -2 -3 -2 -2 -3 這個Singlingity Function 這個家族裡面的成員 這兩個拿出來做Conrusion 得到的結果 就等於另外一個的效果 這個應該很好講 因為我們剛才聽聽的那個家族 是微分跟7分 你把它G3次再為5次 或G6次再為3次 那等於等 等的效果 這兩個把它相減之後 所產生的結果 好 這是我們最後要推倒出來 告訴你的一個性質 這個是為什麼我們會特殊用Data Function 來當作我們解釋這個訊號本身的基底 是因為 當我們介紹第一個工具Conrusion之後 你會發現 Conrusion那個積分的效果 還有我們開始在討論那個系統的反應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這個Data Function 所形成的結果 那本身Data Function 就是故意用這種形式去定義出來的一組函數